喜愛鬼故事 賴鬼故事 沒有鬼故事就吃不下飯睡不吵覺 沒有鬼故事就活不下去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好好 在這邊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常喜悅的事情 就在前天 就在前天 我們台灣的業餘棒球隊 打贏了韓國的全明星隊 期盼多年 贏韓國 就是送 送 送 好言歸正傳 那這次我七月半錄了兩隻鬼故事 那我第一隻鬼故事是在某一間宿舍拍的 當時就是錄到一些 就是詭異的聲音 就是有哈氣聲啊 然後有敲桌子的聲音 那當時敲桌子的聲音就是很多人 很多朋友就是直接跑來跟我反映說 你那個是不是自己做效果啊 還是你的Line在響 那在這邊我就要跟大家講 我每次錄影的時候我都是開飛航模式在錄影的 所以基本上我的Line不會響 對 那其實追溯到後面 我發現其實是阿烈的Line 它有震動 所以會有那個敲桌子的聲音 那第二次我去公園 就是拍攝鬼故事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媽媽 帶了五隻狗來 那那五隻狗 有三隻狗跟著他媽媽 然後兩隻狗就跑來我們這邊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家攝影機 然後兩隻狗就一直來聞我的屁股 然後聞一聞就不知道怎樣 就一直對著我的身後叫 不知道是我屁股太臭還是怎樣 那他一直叫一直叫 可是感覺他又不是在對著我的叫 那時候阿葉跟阿琪就說 欸眾豪阿 他不是在對你叫的感覺 他在對你的背後叫 那我也不遺為意 我就是把我的鬼故事錄完 那錄的 就是過程中其實 阿葉說他有感應到一些東西 那我們其實很順利的錄完 所以我也沒有多想 那我就回去宿舍 大概看一下影片阿 檢查一下影片 都OK了我就回家 那在回家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是 因為我住17樓 我就電梯 電梯往上 他就往上 然後我就坐 就是裡面就是我一個人阿 然後就在那邊發呆 然後就看手機 可是裡面也沒網路阿 就到17樓的時候 電梯要開了 打開之後 就 我要走出去的時候就 不知道怎樣 有人輕輕拍了一下我的屁股 我就轉頭 可是那時候我電梯 就真的只有我一個人 真的就沒有人 我那時候真的是嚇到 就有人拍我的屁股 我覺得 是不是我的屁股太好摸牌 是怎樣 很多人 每次走過來 就喜歡捏一下我屁股 摸一下我屁股 打一下我屁股 好兄弟也喜歡 好 七個半不要亂開玩笑 好 那今天我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訂閱 喜歡 讚 分享 我是阿豪 掰掰 很多人 哪些人 會很難 有的 有的 我會看到 有的 有的